一 二 三 請啟動 如何把我們醫學中心的資源 再從透過我們的衛生所 智慧科技讓醫療不再受限於白色巨塔 健康福祉科技整合照護 正式在台東海端鄉啟動 原住民的平均餘命 跟我們全國平均餘命差了七歲 希望在這個施畔計畫 找出最好的服務的模式 然後進而能夠變成大型的計畫 全國在55鄉縣都能夠來做 進而改善原住民的健康 80多歲的赖媽媽因為跌倒 寬骨破裂加上慢性病等問題 行動不便看醫生搭計程車 來回就要花掉500多元 女兒為了照顧媽媽 受訓成為健康守門人 透過QR Code整合服務名單 定期監測血糖 血壓 體溫等狀況 直接上傳運端 他們有時候因為不能去 自己去醫院沒有人陪他們去 所以他們都放棄了 所以無形中就變成冰淇淋會加重 所以這個是真的是很好 因為一個月下來就知道自己的狀況了 很好 有人幫幫檢測身體 現在還研發出利用五官鏡的檢查 透過試辦的5G基地台 將影像及時傳到花蓮慈激醫學中心與專科醫師會診 不只可以減少民眾傷外就醫的次數 也降低交通與經濟負擔 我們希望建造一家35萬床的醫院 花蓮的人口就是35萬 他的床在他家 但是那些資訊透過資通信能夠帶到醫院裡面來 我們及時反應及時治療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海端鄉面積880平方公里 人口卻只有4000多人 現在結合了科技與醫療 解決人力不足 資源不平均的問題 期望打造無強醫院 讓醫療中心的服務也能夠在地化 救護即時化 照護社區化 大愛新聞 切尾山 柳洪志 台東報導